大家好,我是梁國泉傳道,香港教育更新運動總幹事 很開心在這一集的全新視野再跟大家見面 今天是2024年5月10日 希望透過這一集的形象金靈 跟大家分享一下金靈歲月 我們可以怎樣面對 當然這一輯的全新視野也不是詳盡的介紹 只可以這樣說,香港教會都面對很多信徒 年紀已經超過50歲,甚至很多信徒已經退休 教會可以怎樣模仿 我們個人在這個階段可以怎樣成功老化 其實在2018年開始推動金靈信徒再上樓 我們也有說什麼叫金靈 可能你也會看看什麼年紀才是金靈 50至65歲就是金靈人士 如果過去這個階段,大多數跌入50至65 其實有幾大部份都是baby moment 即是戰後嬰兒朝的一代 在這個金靈歲月,他們也有很多學識 以及做過很多工作經驗 其實都能夠繼續貢獻在他們退休之後 50歲其實還沒有退休 不過在50歲至55歲之間 其實我們都已經預備 自己面對60或65歲退休年紀 帶來給我們生命的轉變 所以香港教會究竟在這個階段的金靈信徒有多少呢? 根據我們2019的教會普查 其實都會有4成多的信徒 是在這個金靈的階段 即是50至64歲之間 至於65歲以上 其實都佔了12萬 加起來在50歲以上的信徒 剛剛好像所說的43% 我們可以預計 就是2024年的香港教會普查 在今年的年底 就會完成初步的分析數據 我們相信會超過一半的信徒人口 是會是過50歲的 在教會裏面 我們都要去面對 看看如何可以牧養我們這一代的信徒 讓他們能夠貢獻他們的生命 以及能夠教會裏面繼續服侍 講開金靈信徒 再上路的情況 其實都是有一本書 叫金靈教會的遠景 由Jim Houston和Michael Parker 兩位作者合著 這本書其實都是很全面去介紹 金靈教會的情況 以及現在老人化的情況 總共有五部分 老年歧視的潮流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從聖經和歷史去看老化 第三部分是說高靈化的教會出路 第四部分是說有意義的晚年 第五部分是說原本的浪漠 也是一本相當有份量 以及全面說 金靈教會可以怎樣做一次 讓更大年紀的長者可以繼續服侍 以及不要對他們有些誤解和不明白 當然包括在看這個節目的金靈信徒 我們要對自己的認識 以及準備自己面對在人生的階段 有什麼要留意的地方 Jim Houston這本書 其實第十一個章 有一個篇章是說成功老化 在老化的階段 我們怎麼可以跨越所謂成功呢 即是說更加能夠準備好自己去面對這個階段 在這本書裡面的第一章 他也提到 其實我們 Jim Houston也提到 我們在這個社會裡面 我們對老人家 或者老齡人士 都會有一些迷思 有六方面 他也提出來反駁 老人都是病人 我想大家都不會同意 現在香港 或者世界各地的老齡人口 而且香港是一個年紀 活得最長壽的一個地方 所以現在隨著醫學 飲食和健康方面 所以老人家很多都是很健壯 雖然我們走完後 都會講一下大家的健康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不能教老人學生之 我想大家都不會同意的 因為老人家 雖然年紀大了 其實都是有他的能力 還有他的學識 可以繼續學習不同的東西 第三方面 望讓保留為時已晚 這個講到就是 我們的健康 我們的疾病 很多人是否覺得 我都老了 現在都吃開煙 或者長期喝很多咖啡 我都改不了了 但是這個就是 告訴我們 如果你老年的時候 會更加注重自己健康 其實可以有逆轉 令你更加健康 因為你年紀大了 都可以做運動 雖然你年輕的時候 沒有做 第四方面 成功安老的關鍵 就在父母的基因 這個就在外國的研究 其實很多人的偏見 就是以為 你的情況 安老的關鍵 是看你爸爸媽媽基因 你基因好 你就會健康一些 但其實在研究上 亦是反映 不是的 後天我們做運動 和注重自己的健康飲食 和好好的去對 對症自己的疾病 是會有幫助的 第五方面 有心無力 大家都明白 長者行路是慢一點的 或者她的反應是慢一點 但是其實也都可以 透過很多方面 其中一個有心無力 其實長者年紀大的人 都可以有性的生活 亦都可以在親密的關係 得到滿足 第六方面 是老年人不能承擔自己 這個意思就是說 其實老人家 自己都照顧不到 如何能夠貢獻社會 這也是在我們現在社會 我都看到很多老人家 無論工作 做義工 甚至是教會的長者 都可以教主學 以及關心年輕一代 所以老人家 其實是可以承擔自己 亦都能夠貢獻到社會 在後天裏面 亦都可以努力的去做得更好 所以在金靈信徒的階段 如果我們早點準備到自己 就會更加 一個好的畫面 在金靈信徒的成功老法 亦都提到 其實有四個關鍵因素 和我們分享 第一方面 就是避免疾病和殘障 我們這個年紀 確實有定期去看醫生 也是提醒我們 如果我們都是有些疾病 有殘障的徵兆 例如眼蒙、白內障 或者血壓膏等等 我們及早就醫 以及做運動 第二方面 就是維持身體和認知的功能 用不同的方式 我們的腦筋能力 可以活躍的 可以維持到的功能 有些老人家的康樂 活動 甚至有些老人中心 被長者打麻將 這樣也能夠幫助老根 是會更加健壯的 更加精靈 第三方面 就是積極參與人生 如果長者自己進入這個階段 仍然都好 可以保持自己健康 以及社交活動 仍然都不要收藏自己的家 去參與很多社交和不同的活動 做義工等等的情況 會令我們更加好 第四方面 活潑靈命成長和發展 對於基督教的信徒來說 屬靈生命 不是到這個年紀 就停止 而是更加能夠成長和發展 而是更加能夠成長和發展 對於基督教會的角色 有兩方面 第一方面 是信仰上的角色 有信仰的信徒 在研究上 他們是比較長手 一方面有社交生活 另一方面 亦在靈性上 能夠成長和有神的恩典 所以第二部分 透過上帝的恩典和憐憫 長者可以活得更好 至於教身來說 剛才剛才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我們在2018年 開始了金靈信徒再上路 到今年我們剛剛舉辦了第九屆 就是幫助教會培訓 教股同工 以及金靈信徒 成為導師 可以用我們的教材 在教會中開小組 幫助50至65歲 甚至可能大一點 一起上課 有六方面的內容 就好像這張紙一樣 六方面內容 就是退休深善靈尾 我們面對這個人生階段 有哪幾方面 我們可以留意 我們自己就製造了教材 差不多的資料和書籍 除了推出那本書之外 其實我們教的課程裡面 有六方面 這方面都會是大家可以留意的 就是退休深善靈尾 退休規劃 我們面對這個階段 我們很好的計劃自己的退休 包括在財政上 包括在健康上 包括在和工作上 究竟我是否65歲 或者我65歲 都需要有些計劃去面對這個階段 包括可能結婚 和你配偶有些溝通 包括你子女 如果長大的時候 都要究竟他們獨立工作 第二方面 退休的經濟 又行不行 第二方面 優養身色 指到我們應該吃什麼 應該避免不吃什麼 以致我們能夠 在食物金字塔裡 維持一個健康 以免我們年紀再大一點的時候 我們的健康得不到保障 第三方面 如果你是心安易足 每一個人都有情緒和心理 去到這個階段 初老或者年輕的長者 其實在情緒和心理上 都要面對很多事情 當然有些會面對配偶 有些會早點離世 有些會面對自己身體的情況 有些會面對與子女的關係 等等 作為長者的 或者階段 我們都要留意自己的健康 和情緒 第二 四方面 善結人員 在金黎進途的階段 我們都是忙於工作 等等的情況 或者職場上的事情 我們其實都可能忽略了 我們過去的很多朋友 所以在面對退休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聯絡很多的同學 很多的不同的朋友 都可以保持著社交 以此我們退休的時候 我們不只是坐在家 我們都是保持著和朋友去行山 或者出來喝茶 或者有些不同的交流 第五方面 就是靈性成熟 退休不等於信徒生命的靈性停滯 聖經也說 我們肉體雖然毀壞 但內心的確是一天生似一天 這就是保羅的教導 我們數靈生命 隨著一里的年紀 或者在面對一個年老的時候 甚至會影響一個的 將來有一天會過世 安息主懷 但我們都在上同上帝的關係 以及生命的成長 仍然可以透過聖靈對我們有幫助 第六方面 如果我們好好地在不同地方去準備 雖然在我們人生不同階段 有很多的艱難 甚至苦難 但我們數算在各位的日子裏面 尋提到我們的恩典 以及也都是影響未來的時候 還有一些夢想我們想做的呢 我們可以去完成回去 在我們的本書裡 在我們的訓練裡 我們都有一些短片 去跟大家分享 一些教材 跟大家分享 希望在大家面對金靈信徒的目樣 特別是香港教會 我們都能夠去關顧 教會裡面五十歲以上的信徒 年輕的信徒可以早點知道的時候 都不妨可以早點去理解 和認識 金靈信徒這個課題 以至我們教會 或是我們自己的金靈信徒 都在影響這個金靈階段的時候 教會能夠善用 或者讓這些信徒 起來去貢獻和參與 而教會實質上都要正視 確是有金靈信徒越來越多的情況 以致我們能夠善用上帝給我們的資源 善用我們的生命 能夠做一次去過一個豐盛的晚年 亦都要教會的因此 是能夠給予此回答的 這就是影響金靈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能夠退休 深善靈靈 拜拜